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一下 幸福奇技罐紙盒版DIY的製作過程 然後我們首先先介紹一下需要什麼材料 首先是紙盒 這個是沙拉紙碗 在市面上都可以買得到 沙拉紙碗兩個 再來就是泡棉膠 然後呢 焊槍跟焊錫 然後你需要一個滑鼠 那這個是滑鼠裡面的電子元件已經拆開了 你只需要到這一個就好了 這一個外殼是不需要的 再來就是打火機 剪刀 這個是電線 是這種兩條黏在一起的電線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圍洞開關 這個是這兩個東西都去電子材料行就買得到了 烙龍膠跟小刀 好 那接下來 就是這些東西做完的組成是這樣子 為什麼剛剛你們發現上面有畫 就是因為這個畫完之後要挖洞 挖了之後變成這樣 那這個是底層 這個洞要比較大 因為你為了連剛剛那個微動開關 這個微動開關呢 你可以折成這個形狀 那方便球投進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形狀 方便球投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要投一個球 投進來的時候可以啟動這個開關 對 如果你太細的話 你不折成這樣的話 東西會從旁邊掉進去就沒有辦法啟動 好 再來呢 上面就是這個 剛剛我們有畫不同的形狀 這個就是上層 這個就是讓你可以這樣旋轉用的 所以根據不同的物體 比如說球或者是錢幣 都可以慢慢的轉 轉到你要的可以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投進去 好 再來接下來介紹裡面 這個微動開關呢 到時候呢 這兩條電線 就需要我們把 用剝線前 或者是 它這個外面是有 有用矽膠把它包起來 那你可以用剝線前 或者是家裡沒有剝線前 你就用剪刀 然後輕輕的剪掉這個外皮 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呢 抽出來之後呢 就要把這個東西 就是這兩個地方把它繞起來 那用哪裡呢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轉軸的這個對下來的這兩個點 就是它要啟動的地方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你用戳 你只要記住這個對下來的這兩個點 把它用好 哪一個 黑和紅間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用好就會是這個樣子 這邊 是它的 啟動的這個軸 然後對下來的這兩個 它已經用好了 好 再來呢 另外一側呢 我們就是要黏滑鼠這裡了 這時候 一樣這邊 另外一邊也要把線撥起來 撥到看得到這裡面的電線 然後呢 我們就需要用這一個 滑鼠左鍵 這邊是滑鼠左鍵 所以對過來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的背面有兩個點 我們必須要焊接 把這兩個點焊上去 焊好了之後呢 你要這兩個對哪一條都沒關係 就是焊上去焊到這兩個點 滑鼠左鍵 對下去的 背面的這兩個點就是了 焊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樣子就完成了 接下來這個底部 你這裡要把線收好 然後 看你要把它黏在哪裡 我們就運用泡棉膠把它黏好 黏好固定好 固定好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呢 這時候 滑鼠的USB線怎麼辦呢 有一些 你可以利用 有一些老師會在這邊 就是割一個小洞 然後方便這個USB線可以跑出來 這樣子它才不會放折的時候 不平整 所以你們也可以嘗試這樣子做 好 那這個就可以 插在電腦上面 當成是一個USB 那這樣我們的幸福及氣罐的 紙盒版DIY就完成了 好 謝謝大家